古大德认为 法藏比丘在做事扰王的时候 已经是地上菩萨 成愿再来 说如是在弥陀出发心之事 更远于此也 这都是可以相信 事故尽忠学人 于此应身尽信 弥甘佛恩 我们对于这种事情 应当深信不疑 对阿弥陀佛的恩德 要知道感恩 没有他 来发愿 建立极乐世界这个道场 帮助我们一生 圆满成就 在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刹图当中 找不到啊 只有这一家了 所以太可贵了 弥陀这个举动 敢得 受放一切祝福的赞叹 你看佛跟佛 绝对没有 基督障碍 而且怎么样呢 把自己真正有成就的学生 全部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去留学 为什么 那个地方成就快 连华藏世界 皮诺真那佛都不例外 你们看华音镜 看到最后 文殊普贤 这两位大菩萨 把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神大使 统统带领到 极乐世界 去跟阿弥陀佛学 这些四十一位法神大使的数量 没有法子计算 皮诺真那佛没生气 我的信徒 你们两个人 怎么都把他带跑掉了 你看文殊复刑 是皮诺真那的左右手 帮助皮诺真那 教化这些菩萨们的 他们两个带头 把人全部带到极乐世界去 皮诺真那 不但不生气 还破手鼓掌 欢喜 为什么 在华藏世界成就的三大二生气节 到西方极乐世界 几天就成就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 说他是光中之尊 佛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是代表一切祝福如来说的 也就是一切如来都承认 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那么我们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很光荣 无论到哪个佛世界 那个佛对我们都特别礼遇 特别招待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学生 这占阿弥陀佛的光 所以诸位尽宗同修 你们如果真正明了之后 你要想的 一切的菩萨声闻人羞 跟祝天 乃至于魔王 那妖魔鬼怪 更不必说了 见到阿弥陀佛 那还得了啊 见到真正阿弥陀佛的学生 魔王不会伤害你 已经在那里跪下来 给你顶礼了 你没看到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如果你不是阿弥陀佛的真弟子 是冒牌的 他瞧不起你 他有时跟你开个玩笑 作弄作弄 你说你是假的 天天也念弥陀金 也念阿弥陀佛 心里面贪嗔痴慢 还是自私自利 还是明文理 是假的 不是真的 要么鬼怪 会跟你开玩笑 如果你是真的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跟无量寿金 都相应 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他尊敬 你不必求他保佑 他自然要保佑 为什么 他欢喜 他赞叹 他恭敬 这如法才行 搞真的 不能搞假的 这是正法当中的正法 不必再问 什么一切吉凶祸福 都不要 都不要去问 行政 行政 跟阿弥陀佛 完全相应 你所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腹地 因为你是有福之人 祝福忽念 龙天 山神 与虎 这道理不能不同 我们不断提升自己 我们这一提升 天地归神都尊敬 这山神土地 哪有不容忽 这道理 这些真有 不是假的 《花言经》上 讲得清楚 中文字幕后 《花言经》上